Hello, 大家好, 我是卡嘉莉大麥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PS News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幫幫忙 先讚好、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通知鈴鐺, 一有新影片或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 你們每一份支持力量都可以令我們的頻道做得更好 多謝大家 在加拿大來說, 很多情況下 差不多的個案, 判決的結果可以完全不同 今集, 里自加拿大、 BC 省 兩個人分別在不同的商店跌倒、受傷、起訴對方 但是, 判決就有天冤之別 一個人可以獲得九十多萬的賠償金 而另一個人就被裁定需要向店方支付法律費用 到底這兩件事的案件是有什麼不同呢? 時間要講返在 2018 年早春的一個早晨 事主 Crystal Tommy 去到 BC 省 Smithers 的一間 71 便利店喝咖啡 當她穿過便利店的停車場的時候 她被一個坑斜襯壓 Crystal Tommy 扭傷了她的腳 而且有三個地方骨折 導致多年的健康問題 BC 省最高法院的裁決 要求加拿大 71 便利店向 37 歲的 Tommy 支付大概是 90.7 萬加幣的賠償金 一名法官裁定這間公司對她造成傷害及其後果負有責任 而面對著一間這麼大的公司 這位 Tommy 女士的確是非常勇敢 71 公司就否認對這件事負有責任 並且對 Tommy 的索賠要求提出異議 而根據 BC 省最高法院法官 Emily 介紹 她說在這件事發生之前 這位事主 Tommy 的生活方式很積極 她是在一間苗圃工作 而這是一份體力要求很高的工作 需要為重新做臨學木、搬運、種植和整理20 到50磅的樹苗 事主跌倒後便送往醫院 腳上也打了石膏 然後便開始用了幾個星期氣洞蝦 而當氣洞蝦被拿下來之後 Tommy 的腳依然腫了起來 在事件發生之後的幾個月中 她也無法恢復正常活動 Tommy 曾經有幾個月沒有上班 但在2018年年底上上班 最不幸的事情在那年的聖誕節又發生了 她又跌倒了 Tommy 在她媽媽家吃完聖誕節晚餐之後 從屋外的樓梯掉下來 她的背部 葬在門檻的角落頭上 而Tommy 說 當時剛剛下雪 她說仍然是因為先前的受傷 而走路很困難 臀部的痛楚非常難忍 而這些種種的痛楚 都是在她在七十一門前跌傷之後 兩至三個月開始的 不僅如此啊 兩年之後的2021年 Tommy 出了車禍 當時的Tommy 她拿著一輛車送她的一隻狗 去看獸醫的時候 她的車在黑冰上打滑 令到車失去了控制 跌入溝渠中 Tommy 的胃撞到方向盤 令到她的身體出現明顯的腫塊或凸起 需要在2023年進行手術 另外她在2023年 又做了一次卵巢狼腫的手術 所有這些手術 都造成了癒合病發症 Tommy 做證供的時候她說 在2018年的事件之後 由於她最初沒有辦法活動 以及無法恢復之前的活動 她的體重增加了 而判決書也顯示 Tommy 在2022年底停止了工作 因此她失去了在那裡的社交聯繫 令到她的心理健康造成了影響 所以她起訴了71公司 並且要求賠償之後的損失 她預計手術之後 要到2026年春季才可以康復到 而加拿大71公司 就否認對停車場事件 和聖誕節跌倒的事件有責任 在民事審判期間堅持認為 Tommy未能夠證明這兩個傷害 是由71造成或速成的 最初加拿大71公司便稱 由於Tommy乘坐的車輛停在坑洞上方公司 是不承擔責任 但法官發現事情並不是這樣的 這間公司還便稱 這個坑洞並不深 而她的物業相當安全 可以安全使用 但審理這件事的法官表示 Tommy在她的證詞中 清楚地表明了 她在一個她看不到的坑洞中 擊傷 且扭傷了腳而跌倒的 而Tommy的證詞 在交叉詢問期間都沒有動搖 法官表示 為了證明這個不是疏忽 71公司必須提供證據 證明她有一個合理的檢查和維護系統 並且證明在事故發生時 那個系統是被遵從的 71的資產保護專家 負責BC省300個71的門店 她作證供說 每個員工都必須參加在線安全課程 並完成一份五個問題的問卷 其中包括滑倒、半倒、摔倒、外部危險的部分 但法官大人就發現 公司對未完成課程的員工 沒有採取任何懲罰措施 考慮到Tommy的健康問題 法官判她獲得以下賠償 未來收入損失賠償 494,000元加幣 痛苦與折磨賠償 175,000元加幣 未來家務管理損失賠償 171,863元加幣 以及過去家務管理損失賠償 39,000元加幣 總共賠償90.7萬元 另一宗個案發生在溫哥華 根據法院上上個月公佈的裁決書 一名男子在2019年一間Starbucks咖啡店內線親 聲稱受到嚴重腦內傷及頭顱骨裂 有救護員到場協助 他日品控告Starbucks拒絕提供事發時間的閉路電視片段 令他受傷 而對事件失去記憶的他 無法獲得充足資料以考慮提出索償的訴訟 而Starbucks稱 據說按慣例他們只會保留90天的閉路電視片段 當法院開始審理這件案件時 事發當日的陸像已被燒毀 審理案件的法官認為 Starbucks這些文件有部分是受到法律保護 不需要提供給對方 而他亦認為Starbucks沒有收到合適的斑令 因此沒有義務向顧客提供閉路電視片段 最終裁定這名受傷的顧客 需要就這部分的司法程序 為Starbucks支付相關法律費用 這兩件案件雖然類同 但判決就完全不同了 不知道大家聽完之後又有什麼感覺呢? 大家覺得雙方都應該有合理的賠償 還是這兩個事主都不應該得到任何賠償呢? 邀請大家留言告訴我 大麥今集說到這裡 喜歡影片的話歡迎大家讚好 訂閱分享開迷通知鑼鑼 我們一有新片和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 多謝大家收聽收睇PSnews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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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帥